在美生活的朋友们或许都有共识 那就是有一份可靠的医疗保险至关重要 按照计划 2025年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 公开登记期将于周二开始 因为本年度Medicare红蓝卡将迎来重大变化 许多保险专家对此解读 可以说是影响到了所有Medicare投保人 今天咱们就来一起梳理2025年的新政 首先最大的改变在于处防药计划方面 独立地部分处防药计划数量少了大约四分之一 降至史上最低 余下计划有的提高了药物自付额 有的可能要求增加自付费 当然也有好的变化 根据联邦法律新规定 2025年地部分处防药自付费用 个人最多支付2000美元 同时还可以选择在一年内按月分期支付总药费 非盈利性健康政策组织KFF的高级副总裁 特里西亚纽曼告诉CNBC 参保人最好花时间仔细审查计划 并比较各类选项 以免来年出现不愉快的意外 KFF分析称 到2025年 红兰卡受益人平均将有34种处防药计划选择 比2024年的36种计划少两种 根据CNN的报道 尽管快速增长的市场总体上保持稳定 但保险公司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变革 这可能会导致一些老年人寻找新办法 是准备自掏腰包支付更多费用 或者获得更少的补充保险 红兰卡是美国联邦政府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或患有某种疾病的人运营的保险计划 红兰卡由社会保障管理局负责监督 每月的保费从社会保险金中扣除 用户通常需要支付保费 供付额和免赔额 传统的红兰卡包括A部分住院护理 B部分医生等服务和D部分处防药计划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必全部参加这三项 但需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注册 否则将受到处罚 C部分是优势计划由私人公司提供 这些计划经红兰卡批准 必须提供某些健保服务 但他们也针对其他方面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 例如更好的厨房药组合 或增加厅力或视力护力服务等 根据咨询公司Oliver·威曼的估计 约8%的2024年优势计划将在2025年消失 这将影响近200万优势计划的登记者 其中任何不选择新计划的人 都将自动加入传统的红蓝卡 目前私人保险公司正在缩减保险范围或更改产品 以应对医疗保险报销额度降低的问题 私人研究公司ATI Advisory的分析说 约有200万老年人拥有的医疗保险计划 将在2025年终止保险 或不再为该用户居住的所在线提供服务 根据他们的估计 7%的私人医疗保险计划消费者将需要购买新计划 2024年有超过一半的红蓝卡登记者都注册了优势计划 好消息是根据红蓝卡的一份情况说明书 到2025年包含出方要保险的优势计划的平均保费 将从今年的每月18块2毛3美金降至每月约17美金 一些红蓝卡计划正在缩减额外福利并增加免赔额 这意味着一些老年人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自付费用 代表私人医疗保险计划的Better Medicare Alliance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玛丽·贝斯·多纳修表示 并非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够保留他们现有的私人医疗保险计划 除此之外 红蓝卡的原始基本覆盖范围也有一些变化 这部分详情可查看Medicare与您2025官方中文手册 其中包括 第一 根据拜登政府的新出方要政策拥有第部分保险的人 每年的自付药费上限为2000美元 保费预计将从2024年的美元41.63美元降至美元40美元 从2025年1月份开始 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分摊药费 这不会降低成本 但可能会使费用更容易管理 第二 心理健康和扶植保险范围正在扩大 红蓝卡覆盖的心理健康包括婚姻和家庭治疗师 心理健康顾问 日间计划和门诊计划提供的一些服务 后两者每天的覆盖时间 比医生或治疗师办公室提供的覆盖时间要长 第三 红蓝卡增加了给护理人员的支持 包括对药物和个人护理等任务的培训 临终关怀的护理人员将获得一些休息时间最多5天 一项新的试炼计划将使一些患有痴呆症的患者 及其护理人员受益 第四 远程医疗服务将不再提供上门就诊 但一些跟心理和行为健康有关的远程医疗服务仍会提供 大多数远程医疗服务都需要在农村地区的办公室或医疗机构进行 另外 情况包括 为晚期肾病患者提供每个月的远程医疗预约 急性中风评估和治疗 糖尿病自我管理培训和医学营养治疗 第五 邮政服务员工 退休人员及其家属有了新的保险提供商 他们将离开联邦雇员健康福祉计划 转而加入邮政服务健康福利计划 好了 以上就是明年起MightyCare红兰卡将执行的最新政策 所有投保人除了关注规则的变化外 还要注意登记的期限 目前登记已开始将于12月7号截止 需要申请登记的朋友们抓紧行动起来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